我感觉我们很多道友 以为修行就是念佛 念菩萨圣号 或者念大乘经典才是修行 反而觉得 做饭 烧开水 或者游山玩水 都不是佛法 这就错了 没有一件事不是佛法 没有一件事离开你的心 而能成就的 你要把一切法都运用到自己的心上 以这个心再来修行起观照 就会很快地定 这个定并不是说六根都不动了 我所说的这个定不是指这个定 而是在眼观色 耳闻声 舌肠胃的时候 都在定中 所谓那且常在定 这个定要怎么修呢 就是要观照 观照 在教里的术语 叫皮波舍那 皮波舍那 叫做观 观就能够得到三昧 三摩地 禅定 奢魔他 指 这些都是一样的 名词虽然很多 但是 意思只有一个 简单地说 就是定 定了才能生会 没有定的会 是没有根的 这个定要怎么学呢 就是心理上经常的觉知 心理觉知就是明白 佛就是觉 也就是明白 你明白了 正知正觉了 这就是佛 经常有佛的觉知智慧 觉知观照 觉知观照什么呢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是观照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但观照的方法是随个人的做法而有所不同 我以前观照的方法 是念阿弥陀佛 或者念地藏菩萨 用呼吸的方式 吸气的时候就念阿弥 呼气的时候就念佛佛 或者地藏 菩萨都可以 你用久了就可以一鼓作气了 一呼一吸 一吸一呼 都是地藏菩萨 随时这样念 有一位缅甸的大智者 马哈西禅师 他教导一种方法 很适合我 但是他的方法 不是向我以佛菩萨为名号 他都观照些什么呢 他说要观照吸气 往内吸气 腹部就胀 往外呼气 腹部就扁了 就关你呼吸时的腹胀 腹扁 思想自然就会 专注在这个动作上 如果我们不注意 还是注意不到 他还告诉我们 你可以用手摸摸自己的肚皮 一吸气 肚子就往上鼓了 一呼气 肚子就扁了 专注在你肚皮上不放 人必须呼吸 但是这个坐不住 念也定不住 用这种吸念住的方法 念定不住跑了 你也不要着急 也不要非把它拉回来不可 马哈西禅师的方法是不拉 我以前的方法是拉回来 好比说念头一走了 把它收射回来 马哈西禅师是随着念头转变 他说 你关照腹部的杖扁 把能动念的心 跟你所关的 随你腹部杖扁的现象 就是关照使它不湿 念念的使它不走样 念念的去关照 就像我们拿剑射把 剑剑都射中的意思 关照不湿 如果这个念头跑了 岔开了 念头晃荡了 不关照腹部了 呼气时腹部自然的会扁 吸气时就胀了 吸 胀 扁 用手触摸 但是念已经跑了 不在这上面 怎么办呢 你赶紧对自己观想说 散了 散了 经你这么一说 你的散乱就回来了 你说 散了 散了 散乱的现象就没有了 这就是照 这样的照就叫念住 念必须要住到这个杖扁里头 不要让它散了 你这样的对照一 两次 散乱的现象就没有了 初次使用的时候 你中间住久了 就是呼吸 清清楚楚的观 就是呼吸 二次 一次 四次 咱们 二次 三次 三次